好了各位 我們現在目前 是早上的七八點 這個我們現在目前 在宜蘭的哪裡 蜜月灣 宜蘭的蜜月灣 衝浪者的這個 天堂 那今天感覺 還不錯這個浪 雖然說我看不太懂 但他們說不錯還可以 好漂亮 我以為今天會下雨 看來 應該是晚一點才會下雨 然後 今天一早 阿米哥 褲子 可是你有這件衣服所以無所謂 對我換家就給我換衣服 這個人昨天 十一二點就說他要睡覺 因為他今天一早要出來衝浪 衝浪男孩 是嗎 所以你等一下會拿著這個衝浪板 然後就是有沒有跑起來 跑起來然後 又有那種slow motion 然後這裡幫你放slow motion 然後頭髮在那邊甩 然後頭那個那個 水就這樣子 然後要從水面這樣走出來 帥有沒有 有沒有看過那個 有沒有看過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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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ROCK 巨石翔森不是有拍過一個什麼 什麼海邊的那種 急難舊難對不對 每個人從海裡面走出來的時候 超帥有沒有 然後在海邊這樣跑步 然後那個肌肉這樣 這主要是看那個 看那個 看腿 然後 然後男生的話就是 女生的話就是 看那個腹肌 肌肉這樣 跑起來這樣 你想像一下 你想像一下 就是在這個海邊這樣子 哇 帶著那個衝浪板這樣跑起來 多酷啊 唉唷呀 這裡 這裡好酷喔 這裡很多人耶 你看旁邊 停車停的滿滿的 大家 我發現為什麼有一些人來 然後不下去啊 因為其實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現在的浪況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所以有時候大家會觀看啊 或是 猶豫啊 或是 知道 因為這 其實這也不是 告訴每個人 就是直接下水就好 那因為這個地方我很熟悉啊 那我也不是說 我每次真的都可以 出去玩或是什麼 其實 也要先了解這個 當地的流啊 這個浪況啊 對 那 適不適合自己 然後再要自身安全 就是 那個 自己的身體健康 還是要注意 對 雖然要玩 但是 還是有風險的 所有的玩樂啊 都會有風險 你好像政府派來宣導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好意思 打斷你啊 但是 對不對 然後 另外一個 話題喔 就是 這個 你們家的波妞又不見了 波妞還在這了啦 啊 欸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波妞 啊 波妞 波妞你剛剛是要去上廁所 嗯 要去上廁所嗎 哇 真的很漂亮 我原本 我原本 怎麼說呢 我原本其實沒有打算 要這麼早起來 可是我早上 熱爾多起來幫我泡奶的時候 我就看到 哇 那個 民宿看出去啊 就是 那個 寧 寧下 看海民宿 就 看出去的時候 看那個海那個 那個 太陽慢慢升起來 我就覺得 哇 精神好棒 就是 很久沒有這麼早起來了 然後 可以看到那種景色 然後我就覺得 OK好 阿米古要去衝浪跟他去吧 就覺得 可以起來 走一走 出來走一走 欸你有沒有小椅子啊 有啊 我在嗎 等一下我可以去坐在沙灘邊 我坐這邊幹嘛 看你啊 對啊 我等一下可以去坐在沙灘邊 嘖 啊 這個 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棒棒 你看那個海 那個 哇 你看這個在反射 然後上面很多的小人 都是來衝浪 好 好 那我們等一下去海邊 Let's go 好 各位 我們下來了 你知道 阿米古 要熱身一下是 不是 對阿 來來來 我來看阿米古怎麼熱身 你在磨豆漿是 真的阿 要變身了 又變身了 是不是 要變身了 是不是 欸 所以等一下 等一下我來看一下 這阿米古的衝浪板 你看我完全不想理你喔 你看一下這個阿米古的衝浪板 你看上面這個有蠟 你是自己還要磨蠟 對 要上蠟 酷耶 上次就已經上過了 漂亮耶 好久沒有來海邊了耶 你看現在有一點點毛毛細 但是你看 好久沒有來海邊好舒服喔 OMG 每次來海邊我就會覺得很像充電一樣 水上來了 幹你娘 哇 哇這個水怎麼會沖那麼多上來 舒服舒服舒服 但是我沒有換 我沒有帶裝備 我帶了一件短褲跟拖鞋而已 哇 嗚嗚嗚 水上來了 水上來了 啊 我要踩一下水 欸欸 欸欸欸 欸 啊 真的很舒服耶 可是衝浪我真的不太會耶 也許 要先減肥 不然我太重了 我覺得滑 我根本滑不到浪的後面去 你看他們現在啊 他們其實就是 剛剛那個 Amigo跟我聊 他說 這裡的浪現在大家都說很硬 就是你 要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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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這些白浪 要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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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 等一下呢 Amigo呢 就會去 衝浪 然後我記得 我剛剛記得藍牙的音響 我等一下就坐在那邊 好好享受一下 還是這個雨好像 越來越大了 有點尷尬 Shit 準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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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泡 你可以 你不用自己Slow Motion 它會吧 Slow Motion 哇 怎麼還有這麼自戀的人啊 呵呵呵 但是沒有啦 我們今天 我們剛剛在討論 然後說那個 那種看橘子相聲 他不是有拍一個 那個海邊舊南丹的那個影片 然後說 哇靠 那個肌肉 然後或者是用很辣 然後是在火辣的救生員 在那種海邊啊 拉著板的那個 跑有沒有 酸 然後又性感 所以它就來個Slow Motion 不過其實真的喔 覺得偶爾當出來走走 那現在疫情喔 又很顯露焦灼的狀態 所以就是想說 欸出來外面走走 然後秋秋風 晒晒太陽 到空晃一點的地方 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啦 我覺得心情也會轉換一下 因為近期呢 頻道也是 面臨到一些挑戰 一月 自從一月一號 一月一號以後 這個頻道的流量掉了 反正是60 這個真的是 當然議題可能 話題也有一點差 所以就沒有打到大家的口味 但是 也掉太多了吧 68 我最近壓力真的很大 那當然還有一些商案合作啊 什麼會讓我壓力更大 對 你跟人家合作 結果最後你遇到的這件事情就是 你自己不是非常可控的 因為大家知道嘛 一萬二的演算法 然後Youtube有時候 他不給你 就不給你 沒有辦法 自己調適 然後 跟 可不可以一下 還是要自己調整 那 像我今天這樣 希望來說 做的就是 心情好 然後 可以到 自己 持續 在繼續往創作的路上 擺盡 對 來 我自己都有在考慮 就是 過年 我今年想休息吧 我四年 已經連續四年過年沒有休息過 就是想說 就是想說 把自己倒空 因為接下來啊 我們新家也要好 那 到時候搬了新家以後 就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我會想要拍攝一些 跟以往不一樣的作品 跟內容 好玩一點 好笑一點 然後 更有企劃 方向一點 對 就可能 這種比較日常的 我們平常拍比較日常的Vlog 或者是 比較有主題的 輕鬆的影片 還是會有 但是 可能會想要每個月 至少有個 一兩支 或者是每周 會有個一支 是非常特別期望 這個 到時候 到時候 在跟大家分享 但是 如果想要創造出 不錯的星期以後 我們需要時間 讓自己緊緊 不然 這也很困難啊 因為都沒有時間 好好的進下來 找個地方 好好地放鬆一下 然後去思考這些事情 然後 有來了一隻狗狗 牠長得好像狐狐狐狗 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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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狸 小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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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都市民間感受不到的那種心情 因為它很舒服 然後這隻狗箭就是要坐下來 就是要坐下來 好啊 衝浪玩 然後我們就要回去找步步跟莫莫 還有她 那我免費你 然後下午我們會 都出來了 再步步去看 我們家有沒有什麼好玩的 請你自己的地方帶她去 溜溜 通通電 然後再往台北回家 好喔 那昨天 今天有 昨天有上了一隻還不錯 很大的計畫 就是 也不算二整吧 就是驚喜計畫 給我們家前員工 我花了十幾萬的一個計畫 送她很棒的禮物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主頻道 那連結在下面 你愛衝浪嗎 你愛衝浪的話在下面留言 好不好 也許 我要先練身體啦 我現在去跑 滑 去玩衝浪 讓我的身體已經扛不住 因為體力太差了 所以還要訓練一下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再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景 哇 漂亮 舒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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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